治療濾峰濕關節的重點 第一,就是需要早期診斷 在黃金期內做到診斷和治療 效果就會最好 第二,就是有一個嚴謹的治療 因為通常濾峰濕關節都會希望能達到緩解 緩解就是所有關節 無論在臨床上、嚴血上、臨境上 都能夠驗到無法炎 那就叫做完全緩解了 只要緩解,關節就會停止 對關節的侵蝕 以後就能夠控制,不會變形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在短期內 用法去控制,達到緩解 藥物方面有很多種 要有效控制,包括有類固醇 以及比較新的生物仔劑 都能夠令到關節短期內受到控制 當病情受到控制後 之後會用一些溫和的藥去治療病情 包括一些改善病情風濕藥 就能夠令到病情控制 保持緩解一段時間 當病情持續緩解 幾年之後都很穩定的話 我們就會考慮在某些病人 就會減藥 如果減藥也沒有辦法 就可以停藥了 有些病人是比較溫和的情況 也未必需要用到類固醇和生物製劑 用一些簡單的感染病情風濕 都可以有相當好的效果 但重點是要早期發現有這個病和早期治療 我們當然鼓勵病人在平時做運動 但急症發作的時候 我們都要鼓勵病人要有充分的休息 不希望關節在那段時間受損 所以在那段時間 他可以有簡單的伸展運動 去保持靈活度 但當病情得到改善 嚴性消退之後 我們就鼓勵病人做運動 運動都有幾個元素 第一就是大量運動 透過大量運動 我們的免疫系統會穩定一些 第二就是伸展運動 因為之前發炎的根件都會硬了 伸展希望靈活度能夠增加和保持 第三就是要腐寵的運動 以及肌肉的運動 增加肌肉的強度和骨的強度 減低骨質疏鬆和跌的機會 有個年輕的男生 他是一個會計師 我發現不知為何壓力大 會令到病情發作 你知做會計晚上都要經常通頂 我們發現他一發病的時候 都是跟工作的壓力和工作的時間有關 由於他的工作壓力很大 我相信因為這樣令到病情一路紅質很好 他就是類風生關節 主要影響手腕和手指的關節 他的病都來得挺兇的 血液裡面的發炎之數也挺高 血液裡面的抗體量也非常之高 所以以至到他在發病頭那半年 已經令到關節裡面侵蝕 他一開始的時候 都對於西藥有少許保留 因為他本來是看中醫的 當然我們對中醫也不會反對 他看中醫是沒有問題 但我看著他 他一路醫的時候 就發覺骨裡面的關節開始侵蝕 開始又沒有侵蝕 然後一路看就發覺心蝕越來越大 在侵蝕上面有一些紅色的信號 代表上面有一個很嚴重的發炎 不受到控制令到下面的骨慢慢溶解 以及有一個不能逆轉的侵蝕 他看到這樣的情況出現之後 他就開始擔心 他就覺得都是需要做一些事情 因為那些侵蝕是不能逆轉的 所以我們當時就開始用生物製劑 之前都是用一些比較溫和的方法 加上中藥的 但效果不理想 自用生物製劑之後 情況就大有改善了 他用了三個月之後 基本上大半的發炎都受到控制 而用了一年 情況已經是再沒有發炎 如果他能夠持續保持沒有發炎的話 將來就可以慢慢減減了 不用生物製劑 用比較溫和的口復面的系統藥 慢慢再保持一段時間 希望過多一段時間他可以減藥 減到最少甚至乎可以停用都可以 但回想起來 如果他能夠再早一點 在關節沒有侵蝕之前 就能夠開始用藥 應該的效果更加理想 能夠停用的機會會更加高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請按一下 請往前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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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